哈喽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闲聊Cosan这家公司 第二次连续净亏损,让我们来闲聊Cosan这家公司 Cosan Rubber在2023财政年第一季度的净亏损扩大至2430万令吉 对于2022财政年第四季度的净亏损为249万令吉呢 是扩大了很多 这主要是受到平均售价 Every Selling Prime ASP的疲弱 还有它的整体的销量有所下降 考虑到Public Bank和一致的全年净利润预测 整体的结果是低于很多投行的预期的 虽然技术向交TRP部门的收入同比是增长了13.9% 但是却无法抵消 因为手套和捷径式部门的收入分别是大幅下跌了47.9%和26.1% 让大众投行呢把2023到2025财政年的盈利下修20到31% 以反应较低的销量还有使用率 Public Bank呢维持着跑出大势的评级 将它的目标价修订为0.81令吉 而且呢有基于两年平均延期收益的16倍市盈率 2023年第一季度的业绩亮点 由于呢手套和捷径式部门贡献比较弱 扩散第一季度2023收入环比就下降了18%至3.947亿令吉 由于平均售价和销量的大幅下跌 手套环比的那个收入呢是下跌了21.1%至3.175亿令吉 而捷径式部门的收入环比下降38.8%至2100万令吉 然而TRP部门呢公布呢却出现意外 环比是增长了26.4%至5620万令吉 同比呢TRP产量的交付量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呢GOSAN的管理层的报告就指出了 2023财政年第一季度的税前亏损 Lost before tax为1910万令吉 而2022财政年第四季度税前利润为96万令吉 这主要是由于平均售价大约是介于23-28%和销量28-33%的下降 它的原料价格也比较低 既丁琴手套呢是在25-30%的对比的话 乳胶也就下跌了15-20% 这也部分了缓解这个下跌的情况 2023财政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连续两个季度的净亏损呢 第四季度的净亏损250万呢 是后面多了一个零的 首套部门在2023财政年第一季度的Lost before tax 从2022财政年的2270万令吉呢 终取得3490万令吉 这主要是由于天然气还有电价的上涨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比较低的工厂使用率 导致它整体的能源成本有所上升 由于比较低的利润率大约为7.6% 捷径市部门的Profit before tax在2023财政年第一季度 环比也是下跌了54%至159万令吉 以此同时呢 TRP的Profit before tax在2023财政年第一季度呢 却意外增长了3.8%至790万令吉 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领域呢 表现得更加不错 整体的市场对于首套呢 需求仍然是疲弱 消费也是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主要是由于库存还有通胀压力 不断的存在的情况之下呢 让大众投行认为主要客户在短期内 不会给予下非常大的订单 有鉴于需求疲弱 营运环境将继续充满一定的挑战 而成本转嫁受到当前的竞争局势 也是有所限制到的 让大众投行了解到 其他参与者开始提高售价 但是让大众投行不便认为 这不足以使到首套这个业务呢 短期内可以盈利 因此呢 让Public Bank投行还有很多投行都预计的是 COSAN在接下来几个季度呢 将继续亏损 当然那时候呢 因为COVID-19的关系呢 所有手套业都大赚 现在呢 就是开始回吐他们之前的赚服出来了 所以个人认为呢 喜欢手套领域的所有投资者们呢 还是先观望先 可能到了年尾呢 看到一些曙光了 而且看到他们的那个 Loss Before Tax呢 开始慢慢收窄了 开始有看到盈利的出现的时候 再进场也不吃 毕竟现在呢 是还没有看到一些Signal呢 是可以进场的 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和提议 并没有任何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更美好的一天